大家好 这里是全球新闻 明镜电视在全球各地的主播 为您联合播报景田耀文 明镜电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集团 正在全球各地招聘专业的媒体人才 欢迎大家收看全球新闻 敬请大家订阅点赞 各位观众您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焦点新闻 曾以1600亿元人民币身家 成功登顶2015年 胡润全球富豪榜的中国前首富 汉能控股集团创始人李和军 传出了去年12月下旬 被辽宁锦州警方带走协助调查 到现在仍未被放回 目前尚不清楚李和军被带走的原因 外界猜测可能跟锦州银行巨额放贷有关 此前李和军被强制执行 总金额超过了8.7亿元 综合媒体报道 10号晚间根据财新网指出 多名汉能前员工向财新确认 李和军自2022年12月17号被辽宁锦州警方带走协助调查之后 截至2023年1月10号仍未被放回 而由汉能重组而成的石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也在2022年12月22号停止运营 汉能一名前工作人员告诉界面新闻 李和军被警方带走是协助调查 事件可能跟锦州银行有关 根据了解锦州银行此前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显示 该银行跟汉能的资金关系规模总计为94.61亿元人民币 分为与汉能挂钩的受益权转让计划 锦州银行发行的非保本型理财产品 锦州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三种 并且承认其中复有信贷风险敞口近额27.7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 李和军1967年出生于广东省合园市 1989年李和军白手起家 向自己的大学老师借款5万元人民币 创立了汉能集团 经过20多年的努力 汉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民营水利发电企业 跟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阳能企业 李和军在2015年初来到了人生高峰 当时他以1600亿元身家 成功地登顶了2015年胡润全球富豪榜 身家超过了马云、王健林 成为胡润百富榜第十二位的中国首富 成为中国首富五个月之后 汉能旗下上市公司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 因为涉嫌到市场操纵一案 被香港证监会查处 该公司的股价重挫了将近47% 市值瞬间蒸发1440亿港币 而李和军也因此从首富的宝座上面跌落 当年7月港交所应香港证监会的指令 停止汉能薄膜发电股份买卖 隔年5月汉能薄膜发电公告指出 李和军宣布辞任上市公司 执行董事跟董事会的主席 2019年5月 汉能更被曝光拖建员工的工资 公积金跟社保费用陷入到欠薪的风波 同年10月 李和军发布了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坦承 最近一段时间 集团在资金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 李和军当年在接受财经11任采访时说 从2015年被停拍之后 银行断了公司的贷款来源 他只能够通过私人朋友去借钱 这800亿元的投资大多用在了技术研发上面 他在各地产业园大量的卖设备 但是没有想到账款的回收太难 他表示公司累计有600多亿元的应收账款收不回来 根据天眼查资料显示 李和军任职企业总共有7家 程序跟开业状态的有5家 其中李和军在光彩49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当中 担任监事一职 并且在另外4家持有股份 历史资讯显示 其曾经担任汉能多家公司的高管并且持股 风险数据显示 李和军目前累计被执行金额超过了8.7亿元 仅仅去年10月24号 一天就被强制执行20次 此外 李和军还关联多个限制消费令 集中本案件资讯 未履行金额超过了18.9亿元 去年4月 他因为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列为失信人员 此外 李和军还涉及到多条股东冻结资讯 累计被冻结的百亿股权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时代财经不完全统计 2022年A股市场上 总共有82家上市公司 相关方面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包括了中国新能源 离电子电池隔膜龙头企业 恩杰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李孝明 跟副董事长李小华 都被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自中国宣布全面解禁出入境防疫措施之后 多国出于担心 纷纷加重对中国旅客的限制 在众多国家的管制措施当中 韩国最引人诟病 不少中国旅客反映 韩国对华入境限制措施充满了歧视性 包括要求所有中国人下机之后 挂上一个黄色的牌子 以做识别的用途 让中国旅客愤怒的职责 故城充满了屈辱 综合媒体引述 微信公众号真顾研究室9号的发文报道 文章描述一位近日被派往韩国出差的 上海物流公司员工入境时的遭遇 首先在飞机上面 空服员会发放黄色的入境卡 让乘客下机挂在胸前佩戴 抵达人川机场之后 中国来的旅客有专门的出关通道 机场的工作人员要求要先采集十只手指的指纹 来进行身份的确认 接着胸前在挂上机上发放的黄色入境卡 跟随队伍来排队做核酸检测 路上的通道两侧有很多的记者不停地拍照 让他感到十分的难堪 他形容这就像是被当街游行一样 没有隐私 完成核酸检测之后 必须要在机场等待二到三个小时 阴性的旅客可以直接检查出关 阳性旅客则会被集中隔离七天 整个过程大约需耗费四到五个小时 另外也有中国旅客提到 他们落地之后按照规定出示的返程票 跟酒店的订单 但是韩国海关以入境目的不明确为由 将他们扣留 最后要由中国驻外大使馆来出面协商 还有人抱怨中国人被安排入住的隔离设施 环境恶劣 没有床也没有桌子 只能够睡在地上 而每天的费用却高达900元人民币 为11周 对此韩国媒体表示 中国媒体故意要炒作上述的事件 目的是要发泄对韩国的不满情绪 一些中国旅客被扣留是因为签证的问题 韩方是依照正常的程序将其扣留并且驱逐 在中国当局宣布停止向日韩公民发放签证之后 大批中国网民表达对当局做法的支持 并且痛斥日本跟韩国 网民的言论当中不发种族主义色彩鲜明的攻击 而且似乎没有受到审查单位的干预 美国之音报导中国的签证禁令被认为 是对日本跟韩国针对来自于中国旅客 采取的限制措施的反击 自从中国上个月底宣布大幅降低 出入境的新冠管制措施之后 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出台政策 要求来自于中国的旅客提供新冠检测阴性证明 尽管这跟中国对外国旅客的要求类似 但是中国认为此类限制缺乏了科学依据不能够接受 中国外交部翻译人汪文斌10号说 少数国家罔顾科学事实跟本国疫情实际 执意要针对中国采取其视性的入境限制措施 中方坚决反对并且采取对等的措施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同一天宣布 即日起暂停签发韩国公民复华访问 商务、旅游、就医、过境 以及一般私人事务类的短期签证 作为对韩国对华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的回应 同一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宣布 暂停审发日本公民复华普通签证 并且表示何时恢复请候通知 韩国此前宣布在1月2号到31号期间 暂停向中国旅客签发短期的签证 还要求来自于中国的旅客出事行前48小时内 所做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日本则要求从1月8号起 来自于中国的旅客在出发前72小时之内 必须要进行核酸检测并且提供证明 中国目前要求所有抵达中国的人员 出事48小时内所做的核酸阴性证明 韩国跟日本并不是唯一限制来自于中国旅客的国家 但是尚不清楚为什么中国目前只针对这两个国家来进行反击 中国的签证禁令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民族主义网民的支持 这些支持的声音很快就演变为对日本跟韩国的辱骂 博主第一眼的易中人表示 一个世仇一个小偷请加大力度 世仇指的是日本二战时期对中国的入侵 小偷指的是不少民族主义者所认为的韩国 对中国文化的偷窃 而这一条铁文得到了数千点赞 热搜话题 韩国在10号晚间也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榜首 该话题下的贴文充满了亡民对韩国的辱骂 C8 棒子等歧视性字眼随处可见 话题榜榜首位置也意味着 这可能得到了审查机构的默许 不少网民还要求要恢复宪韩令 在2016年韩国跟美国同意合作建立 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之后 中国突然开始限制在电视剧 综艺节目等娱乐产品上跟韩国的合作 下架韩国娱乐节目 韩国艺人在中国的活动也大大的减少 不过中国官方从未承认过限韩令的存在 另外就在上个礼拜 日本索尼公司的微博账号被禁言 人民网发文指称 禁言的原因是因为该账号 去年10月发布了一张照片 照片当中一只黑色的狗 从红色的树叶当中探出脑袋 这张照片被指示在影射在朝鲜战争当中 身亡的中国军人邱绍云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当中 邱绍云为了不暴露其部队的埋伏地点 在美军燃烧弹的烧灼之下闻风不动 直到被火火的烧死 而他的忌日跟索尼发出这张照片的10月12号是同一天 人民网表示索尼因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而被处罚100万元人民币 前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今年年初出任外交部长之后 观察人士们纷纷猜测较为低调的他 是否将软化中国前几年强硬的对外强调 战狼代表人物之一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被贬值之后 这样的说法进一步的上升 但是中国此次针对日韩的报复性措施 以及中国驻澳洲大使消遣日前暗指 日本可能发动对澳洲的军事入侵 让一些中国问题学者们不得不保持对秦刚的怀疑态度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教授高述超在推特上面写道 战狼们并未远去 他们只是变年轻了 而秦刚最多只是年轻版本的前部长王毅 王毅是战狼外交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 他就任外交部长的10年期间 也见证了中国民族主义在国内外的崛起 支持中国当局的小粉红 越来越敢在国外表达民族的情绪 中国执行清零期间 大规模的核酸测试已经耗尽了地方财政 现在全面撤销清零防疫政策之后 中国至少有14个城市更宣布要停止对染疫民众 提供免费的治疗 使得病患背负沉重的医疗债务压力 同时中国因为辉瑞药厂生产的抗疫口服药 被拉为报价太高为纳入医保 改为吹捧杭州墨沙东生产的木纳皮拉维 强调后者的报价比较便宜 综合媒体报道 金融时报日前指出 中国至少14个省市宣布要停止对于染疫民众提供免费的治疗 安徽上个礼拜开始要求民众支付30%跟新冠有关的诊疗费 临近北京的三河市更进一步的要求染疫病患 必须要支付50%的医疗费 而目前上海跟广州医院住进家户病房的重症患者 所价每日2万元人民币的医疗费 相当于普通城市居民5个月的所得 报道说这让低收入的病患承受莫大的压力 也暴露出中国医疗系统的不公平性 尽管清零期间 中国保险公司之前销售出了数千万张的低价防疫保单 但是为了避免承担巨额的赔偿 保险公司从严的审批染疫有关的理赔清理 再加上中国卫生当局紧缩新冠病例跟死亡的定义 让理赔申请者难以证明染疫 因为民众必须要先拿到医院的染疫证明 但是医院通常很少会发出相关的文件 报道指出上海第十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说 已经收到了上海市卫健委要求限制新冠肺炎诊断的指示 医生们被建议将多数病例诊断为呼吸道的感染 中国国家卫健委一名顾问更指出 疫情爆发太快 当局没有时间制定行动计划 可以确定的是 政府没有办法让人人都免费的治疗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医保局表示 辉瑞药厂生产的抗疫口服药贝拉维 因为报价太高不能够纳入医保 于是中国媒体改吹捧莫沙东生产的莫纳皮拉维 并且强调后者的报价比较便宜 更声称在中国强行仿制贝拉维是不可行的 中央社引述第一财经报导 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官网发布消息 杭州莫沙东制药申报的莫纳皮拉维胶囊 首发报价每瓶人民币1500元 而美国辉瑞药厂生产的贝拉维 在中国若干地区的零食医保支付价 是每合1890元 报导指出这两款获准的药物 都是用于如果染疫可能恶化为重症的高风险患者 浮现染疫症状之后的三天到五天之内来服用 贝拉维可以降低住院或者是死亡风险高达89%跟88% 至于莫纳皮拉维可以降低30%到50%的住院风险 并且可以降低89%到100%的死亡风险 不过报导引述中国药科大学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 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少荣的分析指称 目前中国仍不具备强行仿制贝拉维的条件 路透社7号也报道 中国正在跟美国辉瑞药厂商讨 希望能够获得批准由中国药厂来生产 并且分发抗病毒药物贝拉维的仿制版 并希望在农历年前就能够达到西医 不过辉瑞药厂执行长博尔拉已经否认上述的传闻 并说中国所提的贝拉维的定价远远低于辉瑞授予中低收入国家的价格 这才是双方谈不容的主因 他还说毕竟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 需支付的价格不应该低于穷国如萨尔瓦多等等国家 马来西亚华裔女星杨子琼凭借着在马的多重宇宙当中的演出 10号获得到金球奖音乐或喜剧类这家女主角奖 此前8号她以同一部片在纽约举行的第94届国家评论协会奖颁奖典礼上 拿下了这家女主角的殊荣 写下该座奖下45年来首次出现亚裔影后的历史 如今再获得到金球奖的肯定 更被看好入围好莱坞颁奖纪压轴的奥斯卡金像奖 综合媒体报道第80届金球奖颁奖典礼 当地时间10号晚上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首次入围金球奖影后的杨子琼 在获奖感言当中说 他入航40年来终于等来了这一刻 他说一路走来的奇妙旅程跟超凡斗争 他觉得都是值得的 不过说到一半 舞台旁香气的提醒感言过场的时间时 杨子琼更霸气的直喊 闭嘴我可以揍你 引发了全场大笑 最后他也不忘感谢两位导演 丹尼尔·舒奈特 关家勇跟其他统剧的演员 媒体报道 杨子琼在马的多重世界当中 饰演移民美国的华人女性王秀莲 跟丈夫威门经营追加洗衣店 但是因为种种现实上的问题 导致夫妻关系紧张 不过接着他竟意外地被卷入一场疯狂的冒险 独自一人透着探索其他宇宙来拯救世界 最终他独特的造型 精湛的演技跟武功 都成为了这部电影的一大看点 杨子琼说 自己被赋予的这份礼物 扮演与他跟许多人产生如此深刻共鸣的女人 因为在一天结束时 无论他身在哪一个宇宙 他都在为爱为他的家人而战 杨子琼斩获金球影后的消息出炉之后 迅速地登上了中国社交平台微博的热色榜 相关帖文阅读量短时间之内就超过了5000万 网民纷纷对他表达诸贺 认为他得奖是实至名归 现年60岁的杨子琼被誉为 香港动作电影《黄金时代》的巨星 他1984年在香港出道 1997年凭借着铁金刚电影《明日帝国》打入好莱坞 随后又在卧虎苍龙 《我的超豪男友》 跟《上汽与时环邦传奇》当中等卖座电影 来饰演药角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共和党籍的麦卡锡 就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之后 两党罕见的大成共识 10号同意在参议院成立中国委员会 来应对中国对美国的威胁 德国之声报导 在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共识下 美国众议院在10号以365票赞成 6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同意 将设立一个新的中国特别委员会 以应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多方面威胁 报导引述美国CNBC指出 所有的共和党众议员 跟146名民主党众议员都投了赞成票 新的委员会将被称为 美中战略竞争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而根据决议新委员会的权力主要是调查性的 而非立法性的 他还将被赋予就其调查传唤证人 跟举行公开听证会的管辖权 这个委员会将有16名成员 包括了9名共和党人跟7名民主党人 他将由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来担任主席 他是共和党核心小组在中国问题上的主要发言人 目前还不清楚哪些民主党人会加入该小组 因为随着第118届国会 在新的共和党多数席位下诚行 两党的委员会分配仍然还不稳定 10号在众议院发表讲话时 加拉格尔引用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话 暗示了未来中国委员会的两党合作方式 他说中国是唯一有意要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 并且越来越多的拥有这样做的经济 外交 军事跟技术力量 他说明该小组将揭露中共破坏美国领导地位 跟美国主权的协调一致的全社会战略 同时在两党基础上跟司法委员会来合作 研究早就应该采取的常识性方法 来对抗中共的侵略 美国福斯新闻则报道 麦卡锡10号表示 全球花了几十年的时间通过了 欢迎中国加入全球体系的政策 但是作为回报 中国输出了压迫 侵略跟反美主义 今天其军事跟经济实力的增长 是以全世界的自由跟民主为代价 他强调他不是在本届政府下开始的 但是现任政府显然使得情况变得更糟 他的政策削弱了美国的经济 使得美国更容易受到中共的威胁 现在两党一致认为 相信共产中国的时代已经结束 加拉格尔早前透露 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 将会审查美国对中国的各项投资 其中包括了公共养老基金 是否应该要投资中国 事实上外媒去年就曾经报道 美国公共养老基金 对中国投资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 不仅反映出投资风险上升 也代表中美两大经济体的政治关系日益严峻 此外加拉格尔收到任命消息之后表示 中国持续进行种族灭绝 掩饰疫情起源 盗窃数千亿元的美国知识产权 跟威胁台湾 因此即便在现今意见分离的政府当中 我们也有机会来建立战线 对抗来自于中共的实质侵略 加拉格尔并表示 接下来将加速林选两党议员 加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 尽快地展现委员会的影响力 作为美国国会当中反华鹰派的代表性人物 美国之音报道 麦卡锡在当选议长之后 在致辞时表示 将以强硬的态度来应对北京的挑战 回顾他过往的发言 外界预料他将对华射出致命的两件 首先麦卡锡在去年国会中期选举时 曾经表示 要成立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 并且将由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共同组成 其主要的职责是对中国展开一系列 更为强硬的调查 并且以此为惧来制定更多的反华政策 他直言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 并且指出在中共的问题上 将成立跨党派的中国问题专责委员会 目的是要将流失到中国的工作岗位 带回到美国 并且强调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当中 美国终将取得胜利 此外 麦卡锡还在上个礼拜提到 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将会调查新冠的起源 并且追究中共的责任 民主党领袖杰弗瑞斯则表示 如果麦卡锡愿意跟民主党找到共通点 他将在众议院找到愿意合作的伙伴 第二 中国国际新闻专栏签字世界则指出 麦卡锡也曾经表示将会率团访台 此前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访台 使得中美关系一度走入低谷 中国中断了跟美国之间的八项谈话机制 并且对佩洛西等访台的官员发起了制裁 而后解放军更发起了大规模的守台军业 并且发射数枚飞弹从台湾岛上上空来穿越而过 签字世界的文章指出 如果麦卡锡也意图要展开访台之旅的话 那么海峡地区注定要再度的陷入紧张当中 并且如果美国要在台海问题上面顾忌重施 中方只会进一步地加大反制力度 解放军会进一步地收紧对台湾岛屿的封锁 使其成为一个跟外界完全隔绝的孤岛 中国加快放宽防疫的脚步各地感染绿脊素的上升 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门宏 也频繁地出面发表意见 在媒体曝光的最近一次对外讲话当中 他说到中国进入到大规模流行第一波之后 将逐渐进入到地方性流行阶段与世界同步 另外他也认为中国人口的感染比例 可能比官方说得来得多 综合媒体引述中国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 根据上海浦东发布近日的消息 张文宏近日到上海京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来调研指导新冠医疗救治工作时 表示有不少的无症状感染者可以查抗体发现 在谈到无症状感染者问题时 张文宏表示 很多人都以为没有无症状感染者 那根本是在瞎说 澎湃新闻发布的视频显示 张文宏跟随行的几名医护人员 在社区医疗中心市场时 一名医护人员说身边的人都痒了 但是自己一直没有痒 张文宏要他查一下抗体 看是不是自己已经痒过了 但是却没有出现症状 他举例说明现在很多中国人出国旅游 一查发现班级三分之一的人都是痒性 认为这些人都是无症状感染者 张文宏日前表示 中国进入大规模流行第一波之后 将逐渐进入地方性流行阶段 跟世界同步 他说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全球趋同 就像流感一样成为季节性的流行病 中共自1月8号起宣布对新冠病毒感染 实施以类一贯 这代表清零防疫政策正式的退场 当天张文宏在202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新年论坛演讲当中说到 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以类一贯 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人发生感染 他表示将来有可能继续出现数波的新冠流行 具体什么时间还不清楚 但是他也坦诚新冠病毒今后是否会出现大的变异 使人群缺乏预存免疫 还需要科学家未来进行严密的监测 不过他强调中国具备把新冠疫情 变成地方性流行的能力 在从大规模流行到地方性流行的转化期 张文宏呼吁尽快根据各县市摸底的 高纬因素人群技术完成药物的储备 他说如果能对100%高纬因素患者覆盖抗病毒的药物 将会有效降低具有高纬因素人群的重症率 他还呼吁能够尽快将60岁以上的人口疫苗 全程接种率提升到90% 在应对疫情第一波冲击的优化防空应对方案当中 张文宏认为做好药物储备工作相当的重要 目前抗新冠病毒药物已经进入到多管线的竞争局面 给脆弱人群的临床救治带来了多种选择 此外脱猪丹抗 巴瑞替尼等抗炎症药物也已经到位 他说当前相关部门应该根据各省市摸底的高纬因素人群技术 尽快地完成药物的储备 基层要有药可用 这样才能够防止二级三级医疗资源的挤兑 张文宏表示 在感染者起病之后的黄金72小时之内 社区卫生中心要充分用好抗病毒小分子药物 同时可以采用养疗 中药跟低剂量的激素治疗 因为中药会给中国人带来额外的辅助疗效 此前张文宏曾多次针对十下医院 对于新冠感染者的治疗方式提出批评 1月2号张文宏在上海敏航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进行新冠基层救治的培训 两天之后财新网刊登了一篇题为 张文宏用对方案抓住救治黄金72小时一文 摘录了张文宏内部讲话的部分内容 他在会中针对使下许多医疗机构 对新冠病人的治疗做出多项的批评 首先他提到现在社区医院主要针对新冠病人开四种药 退烧抗顺素止咳跟中药 完全没有主攻新冠病毒 他说这个大概率是在消耗病人最宝贵的病后72小时 很多长者未能够减轻症状 改往大医院也只是打掉瓶跟吸氧 治疗的效果并不佳 最终无法缓解肺部发炎的症状导致死亡 张文宏又指出目前上海上级医院住院已经饱和 最近两个礼拜将会是这场战役的关键 因为当前疫情感染已经到达峰值 要求社区医院将病人的病情在发病72小时之内稳住 针对长者等高危人群使用抗病毒的药物 包括国内外的新冠口服药等等 在网传的视频当中张文宏更直言 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治疗 是因为大家手里都没有药 他表示一个病毒性疾病在治疗的初期 并没有合并细菌感染 但是却采用以抗菌治疗为主的方案 这样的治疗很难奏效 对于呼吸衰竭的病人 一个新冠病毒引起了病毒性肺炎 使用抗菌药物而不是抗病毒药物 也不是抑制炎症的糖皮质激素 那么问题就来了 因为它的低血氧可能是无法纠正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治疗的方案不是针对新冠病毒本身 不是针对炎症 这样的治疗是无效的 病人会有轻度的呼吸衰竭 发展到重度的呼吸衰竭 即使住院 如果没有办法再继续给有有效的治疗 就只能够插管 就是这个结局 他也遗憾地说 我们的医院一次又一次地 延续这样的无效治疗 张文宏指出 当然也有一些病人经过这样的无效治疗 给治好了 那是因为他自己命大 免疫功能够好 撑过了前面的几天 他就火过来了 并不是治疗起了作用 他说 新冠的治疗其实也就是很简单 就是四个步骤 一个是吸氧养疗 第二个是抗病毒药物 第三是糖皮质激素 第四是回家把营养给加上去 张文宏还提到 之前他一直不想给基层医护人员培训 是因为没有抗病毒药物 现在社区有药了 早期救治就是最关键的 要把病人在72小时之内稳住 他警告说 就看这两天 是不是能够通过有效的治疗 让死亡人数往下走 再过一个星期就来不及了 因为大面积的感染正在发生 再过一个星期感染就结束了 我们就开始在那里等着看病人不行 据金融时报报导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外交跟经济政策 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调整 文章引述中国官员跟政府顾问表示 中国政府正在制定政策 旨在改善已经严重恶化的外交关系 并且促进经济复苏 官员跟顾问表示 习近平打算重置的动机来自于不同的经济 社会跟外交政策压力的会合 而这些压力已经达到了关键节点 文章指出中国混乱退出清零政策的成本正在飙升 该国多个地区的医院人满未患 抗病毒药物跟止痛药的抢购 正在亚洲各地造成短缺 非官方预测显示在中国退出的浪潮当中 可能死亡的人数约为100万人 这样的前景不仅损害了习近平的形象 还让北京的宣传机构在过去两年来 一直将西方的大量死亡人数 作为中国卓越治理的证据化为灰烬 有鉴于此 习近平的外交跟经济政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调整 根据中国官员跟政府顾问表示 中国政府正在制定政策 旨在改善已经严重恶化的外交关系 并且促进经济复苏 在获得到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中共领导人任期 并且完成部署一个完全由忠诚派组成的政治局之后 习近平现在正在试图修正路线 从经济角度来看 主要的目标是为中国放缓的经济恢复强劲的增长 改善数亿中国农民工的生活 稳定不景气的房地产市场 支撑数十个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 官员跟政府顾问说 预计北京将推出一系列 促进增长政策的几位主要经济学家之一的陈志武表示 他预计2023年的目标将会是6%或者是更高 远远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4%的预测 从外交角度来看 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要改善跟西方一些国家的关系 此间一段时间让北京感到不自在的孤立 特别重点是与欧洲的关系 在莫斯科跟乌克兰的战争当中 中国对其伙伴俄罗斯的支持 严重的破坏了这种关系 英国智库查他姆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宇杰说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冒险步履满山 这大大的降低了北京在与莫斯科的双边关系当中的投资回报 在外交上 北京希望他不会成为西方所有国家的竞争对手 也不会希望在多边论坛上面显得孤立无援 而习近平外交政策调整的起点是 北京重新评估跟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的必要性 根据中国官员表示 中国现在认为俄罗斯有可能没有办法战胜乌克兰 并且在冲突中力量被削弱为一个小国 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跟外交地位都会被大大的削减 此外一些中国官员也私下表达了 对普京本人至少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中国跟欧洲官员都表示 北京的主要策略是试图让欧洲同行放心 他愿意利用跟莫斯科的密切关系 来限制普京宿主核武器 另外一个表明中国正在寻求减少对西方的敌意的迹象是 他已经将其最著名的战狼外交官之一赵立坚给发配边加 作为外交部的前官方发言人 赵立坚现在被列为负责边界跟海洋事务的三名副局长之一 而这是一个相对默默无闻的部门 香港金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卡贝斯坦表示 中国已经意识到他同时跟太多国家为敌 尤其是如今仍然是其主要贸易跟经济伙伴的发达国家 因此他非常的努力接触欧盟跟主要的欧洲国家 像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跟西班牙 以及美国的亚洲盟友像是日本跟韩国 以及美国的合作伙伴像是越南 中国希望跟欧洲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 似乎正在产生重大的成果 德国总理舒尔兹跟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在11月访问北京 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将在今年年初访问北京 欧洲官员跟分析人士都表示 希望中国能够帮助限制莫斯科使用核武器 是欧洲各国首都的一个强大动力 不过仍然有相当多的人 对于中国修复与欧洲关系的努力 抱持怀疑的态度 一位布鲁塞尔高级官员告诉英国金融时报 欧盟外交部门在10月份使用一份私人文件 来敦促欧盟各国首都加强对中国的态度 这相当于转向于北京全面竞争的逻辑 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 尽管中国计划当中的外交重制 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波澜 但是它支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战略 在北京被视为更为重要的任务 中央财经委员会主要负责人韩文秀 将房地产跟消费支出 列为两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政府顾问表示 从长远来看 北京打算通过大幅增加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 来实现其共同富裕的目标 但是在短期之内 几位分析师预计在新冠疫情中断结束之后 会出现支出的缓解浪潮 Matthews Asia基金的投资策略师罗斯曼表示 在经历了近年来的国家主义倾向之后 北京的经济决策正在回归实用主义 他引用了习近平在二十大上的承诺 将人均收入提高到新的高度 更为私营企业提供有力的环境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